你好,我是杰一,欢迎来到金波大案 在知名的恐怖游戏《寄精灵》中,描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小镇 这里中年笼罩着烟雾,镇上的居民接连不断的诡异消失 大街小巷也弥漫着不可描述的新臭味 然而居民们只要不是自己的家人被消失,就对这一切似乎不以为然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就像发生在寄精灵一样的诡异小镇 由于该案件背后的真相之血腥,震惊了当时的美国社会 甚至被改编为书籍出版,这就是腐败之症,诡异安检 故事发生在克里夫南,这是美国俄亥俄州一座城市 位于伊利湖的南岸,克里夫南的经济发展在1980年开始走向衰退 大量工厂关闭,工人下岗,克里夫南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需要向联邦政府贷款来应对财政困难的大城市 而Mount Pleasant是克里夫南的一个区域,人口约17000人 萧条的经济和匮乏的警力,让这里几乎成为了犯罪的天堂 很多人都染上了违禁品 最近警方接到了一个失踪报案,就是和违禁品有关 2007年6月,一位名叫Christ Dodear的女性离奇失踪 德安娜是为数不多的警员之一 在接到女性家人火急火燎的报案时,她只是冷漠地通知他们,等待消息 德安娜见多了这种离奇失踪的女性,没有放在心上 尤其是在调查后发现,这位女性染上了违禁品 还在13岁就已经生育了 心里便认定她是躲到哪里逍遥去了,因此没有进一步的调查 然而不久后,接踵而知的投诉吸引了德安娜的注意 不知从何时开始,小镇上总是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臭味 似乎是什么东西腐败的气味 这使得小镇上的居民怨声载道 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一家香肠公司 德安娜不想过多参与,只是督促香肠公司严加管控 本以为这一气味到冬天就会有所好转 没想到,两年过去了 这一气味还是始终弥漫在小镇里,并且越来越浓烈男人 伴随着工厂浓厚的烟雾 这股无处不在的臭气,似乎夺取了小镇上的一切生机 从这股恶臭弥漫开始 这里就不断发生一些蹊跷的失踪事件 2008年6月,31岁的提斯安娜失踪 仅值的两个月后 2008年8月,25岁的德安娜也失踪了 小镇上有很多人接连失踪 奇怪的是,失踪的人都是女性 而且最后失踪地点都是在小镇里 尽管很奇怪 但德安娜和其他警员们对这个混蛋的小镇上发生的事情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久后,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 几十份投诉吸引来了卫生部门的注意 于是在群情激愤下 卫生部门派遣专业人士到香肠公司审查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香肠公司的各项操作都是按照卫生标准来的 甚至也做到了严加管控 那么,奇怪的意味,到底从何而来呢? 最终,专业人士认定了这一臭味 来自香肠公司成就的下水道系统 长期困扰居民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 最终,香肠公司在各方压力下进行了整改 他们花了将近三万美元,更换了一整个下水道系统 小镇上质责的身影终于平息了下来 居民们安心了许多 然而没过多久,就有很多人发现 臭味竟然还是存在,并且越来越浓烈 这让小镇上的居民感到非常疑惑 难道臭味的来源不是香肠公司吗? 人们开始讨论关于这个奇怪的臭味 居民们众说纷纭 小镇居民Vanassa早就听说居民关于臭味的讨论 但是他一点也不关心 因为他早就举步维艰,自顾不暇了 因为服用违禁品,他花了很多钱 伤害了很多家人朋友 最终家破人亡的他独自游荡的街赏 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 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他说自己名叫埃隆尼 今天过生日 孤独的他想要寻求一个陌生人的陪伴 还说有些好东西要给他看看 Vanassa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然而他没想到 这回是他一生噩梦的开始 埃隆尼带着他走进了一栋老房子 一打开门 一股腐烂的臭气扑面而来 Vanassa本能地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时安东尼向他解释道 是隔壁香肠公司的车尾 安东尼没有开灯 在一片漆黑中牵着Vanassa往楼上走着 楼道里很安静 只有楼梯被踩他的嘎吱声 安东尼带着他走进了奥尔的房间 Vanassa忽然觉得有些危险 本能地想要逃跑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刚刚坐在床上 安东尼就立刻一拳挥向他 Vanassa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晕头倒在了床上 随之而来的 就是安东尼毫无顾忌的侵犯 Vanassa多次昏倒后醒来 就看到安东尼站在床边 如同梦游一般躲步 反复地和这一面强说 他会向警方揭发我的 不能留 听到这些话的Vanassa 身体僵硬 恐惧充斥着他的心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哭泣着恳求安东尼放过他 并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报警 而且像我这种家破人亡的 警察也不会相信我的话 Vanassa的最后一句话 打动了安东尼 在漫长的犹豫过后 他同意放Vanassa回去 安东尼跟在Vanassa的身后 和他一起走下楼梯 背后安东尼的气息 就像暂时沉睡的凶恶老虎 安静的楼梯间里 Vanassa的心跳就像锣鼓一般 不断敲击着他的防线 他不知道 身后的安东尼会不会随时反悔 结束他的生命 就在这一时 他的余光看到了一件衣服 然而 接下来看到的东西 让他差点惊叫出声 他竟然发现了这个小镇上 一直埋藏的秘密 他拼命遏制住自己的恐慌 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卖下楼梯 离开了这栋小屋 惊慌失措的他 想到自己独生一人的处境 想到安东尼那双阴狠的眼睛 最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报案 事情渐渐平息了下来 小镇上一如往常的平静 一些罪恶都被黑暗隐藏得很好 Vanassa本来以为事情 会一直悄无声息地发展下去 没想到 之后的风波 竟然不断地席卷而来 小镇上失踪的女性越来越多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区域 即使家属报案 也不会引起警方的关注 直到有一天 一位女性的出现 大大推动了事态的发展 那一天 小镇居民格连顶 经过帝国大道12205号时 被站在门口的安东尼注意到 安东尼在背后突然袭击了他 并试图把他拖进家里 惊慌失措的格连顶拼命反抗 竟然幸运地挣脱了 他边跑边呼救 终于在一条马路上 遇到了闪着灯光的警车 格连领就像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般 交代了事发的经过 随后警察立刻将安东尼逮捕了 安东尼被捕后 Vanessa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他安慰地想 自己至少能看到坏人被逮捕 而安东尼试图隐瞒的那些真相 也很快就会被揭发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像一盆冷水 狠狠地浇在了他的头顶 安东尼全称为安东尼索威尔 他曾经就因为侵犯他人喂水 在1989年入狱 而面对格连地被伤害的案件 负责该案件的警探认为证据不足 竟然释放了安东尼 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 按照规定 执法机构需要定期上门检查 几天后 这个警探上门对登记罪犯 进行例行检查 他没有进入安东尼的房间 仅仅只是在门口 对安东尼进行了问讯 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就这样 格连地的案件不了了之 背后的凶手越发猖狂 小镇上失踪的女性 也越来越频繁 2009年4月起 短短6个月内 又有6名女性相继失踪 马拉萨看着那些失踪女性的家人 到处奔走 寻找亲人的身影 他不忍心告诉这些人 背后的真相是多么的残忍 仍然选择的沉默 2009年9月22日 这一天发生了事情 就像是一颗小石子 投入了湖面 激起了湖面一阵涟漪 一位女性苍白着脸 脖子上还有深深的勒痕 劫后余生的她 慌忙地抱了紧 她叫拉通德拉·比鲁普斯 而她状告的人 正是安东尼 这次有充足的证据 安东尼试图侵犯这位女性 并用电源延长线 勒住了她的脖子 幸好她身强体壮 逃离成功 她的内衣 还遗留在安东尼的家中 面对眼前的铁镇如山 安东尼肯定没有什么好狡辩的 听到风声的曼拉萨 欣喜若狂 她认为终于能够将凶手 捉拿归案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曼拉萨心如死灰 此后 她再也不抱有真相大白的希望了 警察在接到报案后 并没有立刻去问询安东尼 而是将案件转交给了其他部门 于是案件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小镇上依然是风平荡静 直到有一天 这一瓶颈再一次被打破 又是一个月后 2009年10月20日 唐纳德·拉斯特经过帝国大道12205号时 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眼前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 惊慌是错地从二楼跳下 重重地摔到旁边的草坪中 之后便晕到了 后一会 她就看到另一个局名 安东尼 同样是吃身裸体 从房间里冲出来 想要将这个昏迷的女人带回屋里 唐纳德立刻觉得事情很不对劲 她意识到 很可能安东尼正在行凶 目睹一切的她 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次出警速度很快 警方立刻对安东尼 和被害的女性肖恩莫里斯 进行了问讯 肖恩起初说自己跳窗 是为了逃生 然而后来警方再一次联系肖恩时 她却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 拒绝了问讯 案件再一次不了了之了 小镇又回归了表面的瓶颈 本来以为年怀的女性失踪案 会这样一直被搁置下去 然而一次平常的举动 却揭开了背后埋藏的无边的黑暗 之前一位受害淘宝的女性 比鲁普斯没有放弃对安东尼的追究 在她的努力下 被搁置的案件终于有了进展 10月27日 比鲁普斯发表了关于她 9月22日被袭击的报告 当局终于获得了逮捕令 一群警察前往安东尼的家 试图逮捕她 然而 让所有的警察 来自小镇上的居民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没有找到安东尼 但是却找到了11具冰冷的身体 那些死亡的身体 有4具被埋在后院里 而剩下的7具 则是随意地丢弃在屋内 用衣物盖着 或是用塑料袋简单地包着 而这11个人 都是小镇上的居民 经过探查后 警方惊愕地发现 这些都属于之前报案失踪的女神 他们竟然无意胜怀 这一残忍的行径 激起了大众的愤怒 安东尼最终也没有逃脱警方的追捕 控方共有62位证人作证 当然这一次 也包括了一直保持沉默的瓦拉萨 最终在2011年7月22日 法院宣布了对安东尼的审判 安东尼被判死刑 轰轰烈烈的年环磨砂案 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一案件的恶劣程度 超乎大众的想象 随后当地警方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并增添了警力 而这座充满罪恶的房屋 被市政府铲平了 周边的邻居也陆续地搬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案件似乎被遗忘 小镇上似乎又回到了 风平浪静的模样 除了这里 在世界上还有很多激进林一般的地方 面对沉默的社会 和不负责任的监管者 真相总是来得如此艰难 所以正义才显得弥足珍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